人类受苦的根源来自我们的心智,也就是大脑的思维和情绪。 思维、心智在处理日常事物的时候,它们是一种工具,让你用来完成任务的工具。 而当任务结束之后,就应该要放下这个工具。 但我们常常无法控制我们的思维,反倒成为思维的奴隶。 比如半夜,你躺在温暖的被窝,却翻来覆去,气得睡不着。 殊不知,那个让你生气的人早就呼呼大睡。 而那件让你生气的事情,也早已经过去。 但是你的思想却不放过自己,用旧有看待事物的模式,一直反复强调地告诉自己, 那个人多对不起自己,让自己多丢脸,多不堪,多麻烦。 这就是病态的思维。 像这样停止不住大脑的思维,就是让我们受苦的主要原因。 心智会强迫你不断地思考。 无法停止思考,是非常可怕的。 几乎所有的人都深受其害,却误以为那才叫正常。 强迫性的思考,就像上瘾一样。 你停止不了,没有选择权,你无法对他喊停。 你觉得他比你更有力量。 你可以在不想思考的时候,停止思考吗? 如果不行,那就表示心智操控了你, 因为你想从思考的活动和内容中感受到自我的存在。 因为你相信,只要停止思考,自己就不存在。 心智在脑袋里的声音,持续不断地折磨你。 就像唱片一样,在脑海中重复播放, 前置并且耗损你的生命能量。 但其实,你可以从心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 你可以试着,保持中立,不去评判或是谴责任何脑中的声音。 专注在当下,全神贯注在此时此刻。 有一天你会发现,自己竟然可以把脑中的声音, 像是面对孩子同言同语一样,比笑置之。 你摆脱对心智的依赖, 你不再在意心智所产生的一切反应。 另一个受苦的根源是情绪。 这个情绪是身体对心智的反应。 以痛苦为例,痛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。 一种是在当下制造的, 另一种则是发生在过去, 却持续纠缠着你的身心。 痛苦需要靠时间来维系, 无法在当下存活。 如果无法用当下的力量转化, 你所经历的每个痛苦情绪都将残留下来, 潜藏在你之内,与你共存。 今年累月的痛苦会占据你的身体和心智, 形成一个负面的能量场, 也就是所谓的痛苦之身。 平时没事的时候, 它就像火火山休眠一样, 但是任何情况都很有可能马上唤醒它。 比如你的一个念头, 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话, 然后你成了受害者或是加害者, 把痛苦加注在别人或自己的身上。 当你用强权压制他人的时候, 也只是对自己脆弱的一种掩饰, 因为痛苦只能用痛苦滋养, 无法把喜悦当为食物, 痛苦消化不了喜悦。 如果你还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些, 还一直深思历劫地说, 我受够了, 为什么总是遇到这些讨厌的事, 结果只会不断地恶性循环, 你痛苦, 然后拉着别人或自己越来越痛苦。 灵在是从获自由的关键, 你不可能在未来获得解脱, 你只能在当下获得解脱。 你不需要跟情绪合为一, 不需要去分析情绪, 只需关照就好, 你是观察者, 情绪是被观察者, 别在当下继续制造痛苦。 人大多数的痛苦是不必要的, 是自己创造出来的, 那些都是任由自己被心智摆布的结果。 时间跟心智是分不开的, 停止心智运作的关键, 就是终结时间的幻象, 停止制造时间, 当下才能拥有一切, 聚焦在当下, 只有在处理必须的现实问题时, 才很快地到过去和未来稍作逗留。 如果你身在此时此刻, 而心思却跑到了未来, 这样的落差会创造出一个焦虑的缺口, 你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过去, 把救赎寄托在未来。 当下此刻是你可以应对的, 但是未来的情境你无法应付, 因为那只是你心智的投射物, 并没有真的发生。 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找自己, 只能进入当下去发现自己。 没有事是发生在过去的, 事情只发生在当下, 没有事是发生在未来的, 事情只发生在当下。 你以为发生在过去的事, 其实只是一种追忆, 它以先前的当下的形式, 储存在你的心智里。 当你记起过去的某些事, 只不过是重新启动了那个追忆, 但是你是在当下这么做的。 而未来也是一种想象的当下, 未来真正来到的时候, 它会发生在当下。 过去和未来的本身, 并不是实存的状态, 就好像是月亮, 本身不会发光, 只是反射阳光。 未来和过去的力量和真实性, 都是从当下借来的。 有些人喜好从事冒险的登山、 赛车或挑战极限等等的活动, 这类活动哪怕只有一秒不专注在当下, 都有可能丧失生命。 因为这些活动, 可以逼迫他们进入当下, 摆脱时间, 摆脱烦恼, 和个性的包袱。 可惜的是, 一旦活动停止, 专注的状态就不存在。 但其实, 不用攀登危险的高峰, 也可以获得同样的体验。 现在这一刻, 你就可以进入当下, 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正在做的事情上面, 而不是放在预期得到的结果上, 聚焦在你眼前的这一刻。 而这也表示, 你必须全然接纳事物的本然样貌, 因为一个人, 是不可能既全神关注于某件事情, 却又抗拒他。 假如, 你只是想从过去记取教训, 不让自己重蹈覆辙, 那就单纯使用时钟时间, 而不是让自己, 用心理时间。 心理时间是, 当你无法忘怀错误, 内疚, 自怨自爱, 认为都是别人的错, 的时候, 会创造出, 认同于过去, 并且持续强迫, 这样的认同, 投射到未来的心理时间。 大多数不肯原谅自己或别人的人, 都背负了沉重的心理时间。 你订定了目标, 并且努力迈进, 这就是在使用时钟时间, 你知道目标在哪里, 然后全神关注在当下执行的这一刻。 不过如果太过专注眼前的目标, 推寻快乐, 成就感, 或是想从中, 获得更完整的自我感, 那当下, 就不再是你的关注焦点了。 这个当下, 反而变质成, 你通向未来的一块跳板而已, 你不再悠哉, 而是不断地赶路, 一心只想快点, 抵达到目的地, 无法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鸟语花香, 也感受不到生命的美妙与神奇, 学着利用时钟时间, 然后不被心理时间控制。 想要知道自己, 又没有受到心理时间的牵制,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, 就是问问自己, 做这件事的时候, 是感到喜悦, 轻松自在吗? 如果没有, 就表示你的当下此刻, 已经被时间操控, 这会让你感觉, 生命是一种负担, 或是挑战, 你不必为了, 现在不能马上专注于当下, 而感到气馁, 因为能时时刻刻, 保持临在状态的人, 真的不多, 试着想象自己变成透明人, 不具任何的形体, 然后允许, 引起你负面反应的噪音, 或是外来对你无礼, 或伤人的话, 穿透你而过, 不做任何停留, 不去抗拒, 也没有谁会受到伤害, 你变得百害不清, 如果需要的话, 你当然可以告诉对方, 他是言行不当的, 但不论如何, 对方再也没有, 支配你内在状态的力量了, 决定权掌握在你的手中, 不在其他人手中, 同时, 你也不再受到心智的掌控, 你就像是一座深邃的湖泊, 一切外在的境遇, 都只是湖的表面, 这个表面有时平静, 有时波动, 但湖心深处, 极然不动, 你安住在没有变动, 没有时间, 没有死亡的本体里, 你享受一切, 不再依赖无常世界, 带给你的快乐或是成就, 养成自我观察的习惯, 可以经常问自己, 这一刻, 我安适自在吗? 这一刻, 我的内在有何动静? 别马上回答, 只要将注意力, 导定内在, 缓缓地, 沉浸地让自己, 体会这样的感受就行, 钻住在感受之后, 可以再问问自己, 我能做些什么, 来改变它, 改善它吗? 还是干脆离开它? 然后采取适当的行动, 不要再去想, 未来可以采取的几百种行动, 你只要专注在当下, 能做的任何一件事就好, 或许, 做计划, 就是你当下能做的那件事, 只要你内在正确了, 外在事物, 自然会各就各位, 过去的教训, 之所以值得记取, 也正因为它与现在的情境有关, 而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, 所采取的行动, 也都一定是在当下进行的, 我是乐乐, 希望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,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